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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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介紹一個 我們的 應該算第二個 自己個人的第二個 合作的公司 做一個題目 叫MoboBeacon 解釋一下 什麼是Mobo 可能很多人現在聽過 Apple的iBeacon 如果我們把 抽象的講一下 MoboBeacon 它就是一個 一個燈卡 一個標籤 它用 目前的Beacon 大致上用藍牙的技術 它用一個 提供率的設備 它一定的間隔 在廣播一段資料 它實際上是 做很簡單的事情 它只是 不斷的去廣播一段資料 廣播來幹嘛 讓周圍的 一些電腦 特別是讓周圍的 智慧型手機 可以發現這個 設備的存在 那 這樣做要幹什麼 那麼 好 它本身並沒有去做 太複雜的事情 我剛才講 它就是做一個 持續性的廣播 但是我們去想像 這樣的東西說 它廣播出來的東西 它可以去用來 它是一個ID 所以我們解決一件事情 它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唯一的辨識 那這個辨識 如果我們恰當的 結合一些雲端的服務 它就可以用來 代表一些事情 代表一個人 代表一個事 或者代表一個物 那在Apple的 在Apple的情境裡面 通常談到的就是一個 像是廣告 你走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碰到一個Apple 你的手機 可能就有對應的一些 Push的訊息 其實這個Push 並不是 Apple的Push給你 是因為做Push的廣告 的解釋 很多人以為說 Apple會Push內容給手機 沒有 手機自己去Cloud 去query一些東西下來 那整個行為其實只是說 手機遇到了某個 競標的某個Beacon 讓手機上的App知道說 它在這裡了 所以它該去做某一件事情 所以簡單的講起來 Beacon沒有辦法單獨工作 它必須跟手機上的App 甚至跟某些Cloud Service 必須緊密的結合 它才能夠提供 這樣子的這種完整的服務 那為什麼我們強調它是Mobile 就是說它不是放在一個固定的定點 它可以被跟任何的ID 就是外殼的設計和結合起來 譬如說它可以跟鑰匙圈結合起來 它可以跟寵物的吊牌結合起來 它可以跟手錶 甚至跟行李箱 那麼大概推出了半年 我們現在有很多不同行業的 它正在把這樣的一個concept應用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上面 那它配合這些外型的設計 它就會搭配出對應的一些App 然後把這樣的應用情境 當然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也就是我們去把利用這樣一個標籤 而且是一個持續性低功率的一個標籤 讓手機辨識到一個物品的存在之後 連結到原端對應的服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因為它有過去很難去進行的一些事情 那類似的技術都跟用藍牙有關 那當然我們的產品的這個行程的過程中 它跟某一種產品很像 它叫做藍牙的key finder 就是一種亂象的警告的設備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的一個東西的原因是 我們是一個私有的一個藍牙的協定的服務 跟Apple的iBeacon一樣 它的目的不是去說 這個藍牙設備已經離開多一點會自動的做警告 而是說我們讓每一個設備都可以持續性的看到 那跟Apple的iBeacon有比較大的不同的地方 我們剛剛就為什麼我們叫Mobile Beacon的原因 就是Apple iBeacon它的強調的scenario 大概是一個定點 就是那個i是放在商家 那這一邊就是回到一個基本的技術的點 就是說 剛剛講說它是一個持續的廣播的設備 那這個廣播到底用多快的密度廣播 0.1秒廣播一次 還是1秒鐘廣播一次 它會決定這個設備的耗電量 那麼這個設備的耗電量 那iBeacon很嚴格的定義 它是0.1秒廣播一次 以Bluetooth來講 它根本就是持續性的廣播 那這樣一種方式的話 它不可能做太小 它必須用至少兩個三號或兩個四號電池 所以它不可能體積做太小 那如果我們希望放大 Beacon這個概念的應用場景的時候 那它就不能嚴格的定義這個廣播的間隔到底 我打 所以我們把這一段把它放寬了 那放寬之後實際上 我們即使不是FollowApple的iBeacon的協定 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讓這樣的一個服務在 Enjoy跟Windows跟iOS三個品牌 甚至是Linux 上面都可以支援同樣 只要它的底層是Bluetooth 4 我們就可以去實施這樣的東西 那它到底可以幹嘛 其實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 我們正在建構的就是 就是以手機或者個人為中心的這個物聯網 那也就是第一代我們對物聯網的concept是說 每一個設備它自己連到Internet 所以每一個設備連到Internet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簡單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足夠的電力讓一個設備持續性的連到裡面 換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透過低公益藍牙跟手機 去做一個簡單的convocation 我們可以去把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設備間接透過什麼 透過每個人手上幾乎都有的一台強大的電腦 就是你現在的convocation 讓它連到Internet去 那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被展現成很多種不同各式各樣的情境 它可以用來當一個會員卡 比如說它如果做成鑰匙圈 實際上這個鑰匙圈就是一個 可以被remote sensor 的一個ID 你可以當個passcode經過一個遊樂場 可以當成一個夜店的門票 甚至它可以作為一個某一個APP 特定的external ID 比如說有一個銀行客戶 他想做一個mobile banking 他需要一個除了帳號密碼之外的 一個external hardware key 那這樣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bacon 就可以當成這個mobile bank的APP 外部的一個變成 那麼它也可以用來代表 我在實體環境上某一個人 所以我們有partum 才發展一個checking的APP 它不用聯網類似filechain這樣的APP 但是它可以跟在路上透過bitcoin 我也知道有另外一個人在這個附近 所以我可以跟它發展這個互動 它也可以作為另外的商業服務 就是通常最為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Apple的iBeacon這樣的一個場景 它也可以用來做老人 獨居老人的照顧 就是讓bacon可以是一個sensor 再加上一個這個 剛剛講的藍牙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它去發展出 我可以知道老人 他家裡的情況 他離開家的情況 他返家的情況 我們第一個產品 這個月要上市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寵物的一個吊牌 它可以讓它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知道這隻狗 牠每天的活動狀況 讓牠可以一個設備用辦理 我可以讓主人簡單的知道 牠的活動狀況 那萬一有一天牠搞丟了 透過這個bacon 透過其他的相同的APP 牠可以去找回牠的狗 那牠也可以作為一個環境偵測的一個設備 譬如說我們半導體廠商的客戶希望在每一個光照 都放一顆這樣的一個設備 讓我們可以量整個製程過程中溫度跟濕度的變化 那這些東西通通加起來 其實它就只是在代表說 手機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行動的 行動世代的個人的computing中心 我們如何用簡單的方法去辨識一個人、事、物、寵物、物品的存在 那個設備本身可以帶有溫度、濕度 甚至是Motion的Sensor 獨立的做一些計算跟紀錄之後 透過藍牙的辨識 然後讓手機知道這個物品現在在這邊 那我就可以把資料收回來 我來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其實它就是一個個人化以個人為中心的一個物聯網 在這個地方 OK 節約 這不足 �니다 是啊